好 歡迎收燈今晚的動脈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又是懷疑 鏡花先生 夜人者 上個禮拜經過痛苦的兩個星期 其實主持人都透支了 你聽到最後一集我們都說得 我們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罵的已經是罵了 所謂四肚都通用 放肆四可兒皆準 我錄完上個禮拜之後 我的感覺就是 原來四天王是最容易說的 有娛樂性 不過有娛樂性 今季看上去暫時 可能是上季太廢了 看上去就覺得 鬆一口氣才暫時 有意見 我感覺今季好像多樣了 多元化 始終四月也是一個比較熱門的 番組季 如果沒有多樣性 質素又不高 動脈一界 前度堪憂 阿福叔說前度堪憂也是 不要緊 你不是要等他去 九月 劇場版 劇場版 我有公佈的 沒錯 第一號 要說的是 話題性超強 神奇藍絲帶 可以成立一個 D級還是G的空罩 他沒有承受過的 只不過你說是 特色入綁一條帶 在空前 下雨的地方 對 對 一種強調的效果出現了 這一套就是 紅片中外的外國傳媒有報道 台灣有報道的 在地下城尋求蟹後 是否搞錯了什麼 全都是一套很長很長的名字 沒錯 沒有錯了 家裡有女兒吃 酒吧有女兒吃 去哪裏地下城 多於 所以是錯的 對 最初的故事 其實就是 神明來到這個世界 很喜歡這個人類 決定和人類一起生存 和人類一起生存 要在人類世界生存 放棄他們的神力 然後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拗了頭 放棄神力 然後我突然看到地下城 地下城和神力 有什麼關係呢 接著他就說 原來你放棄了神力 就代表神本身 不能用他的能力 但他喜歡他的能力 就給了他的眷族的指紋 他有沒有說過給 那也對 他沒有說過給 他的眷族只是打地下 他的眷屬叫做什麼呢 在這裏的設定裏面 似乎成為冒險者 這個叫冒險者身份的資格 一定要成為神的眷屬 才可以成為這個冒險者 因為我們在第三集裏面 看到主角 他不停去找 貝爾不停去找 究竟誰可以令我成為冒險者 他不停去拜訪不同的眷屬 沒錯 的家族 才可以 我看上去的設定 他似乎是這樣說的 那時候的確沒有說 這個眷族跟那個 冒險者本身的能力有什麼關係 而一看到的畫面 就是幫那個冒險者 去檢查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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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檢查能力 江湖新秩序 因為其實就是一堆天神 就走下來 地界裡 就要修圍 自己開個宗族出來 就在那裡 建立自己的勢力 那這個迷宮是他們搞出來的 你知道他的迷宮就是等於什麼呢 好像有一天 突然有個地下城出現了 然後這天神 就為了找結束 就去打地下城了 這個是魔奇劇情 事實上 劇情到現在為止 的人都還沒說 究竟那個地下城是怎麼出現的 就只是說有一個地下城這樣的地方 就有些怪獸了 怪獸打怪就會落下蝶寶石 蝶寶石就賺錢 然後還會升級 這個似乎相大型的遊樂場 其實那個設定裡面 你會看到現在 他看下去是 天神下來了 令到這個世界多了一種 叫做冒險者的職業 可以賺錢 沒錯 而他們賺錢的 只能夠在迷宮裡面賺錢 就想拿一些好像遊戲設定 應該是遊戲元素的東西 我可以說是 有level的 是啊 券屬 他們出去打怪 回來是可以檢測自己 升了多少能力值 還有技能名 就是西洋人 打遊戲 龍耳地下城 我都說 有神域主要抹殺 跟你說 你今天的遊戲升了多少level 升了10個經驗值 能力值 這個好像一開始 其實有一類型地下城的遊戲 都90年代 他們那時候是流行一種 你進一個地下城裡面去打怪 那些經驗值 是不會馬上顯示回饋回到你的角色 你要出了地下城 好像一個結算 現在呢 神那個位 就好像結算裡面那位的姐姐 就幫你去結算了 你究竟拿到些什麼了 你記賤後 那關才跟你說有多少錢 你記賤當然不是 喂大哥 現在說即時回饋 其實是 你用錢 你要回到那關才可以 但是 很多時候 有一種舊式的RPG 地下城裡面 其實是說 你不會因為你越歸 你就會越厲害 歸到一定程度 你要回上去 他做的那種感覺就是 你回到之後 將你的經驗 融會貫通了 在上面再獲得一些新技能 或者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後再下回地下城 你才會變強了 他就不會在地下城裡面 即時回到我 我突然之間 喝了一瓶超強的藥水 就突然之間變強了 是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輕一點都相當反駁歸真 這個遊戲的設計邏輯 現在的RPG當然也不流行 而很久以前 我想1990年代尤其是明顯 這個說明都說到 奇幻小說 其實都是很在RPG的遊戲 那裡衍生出來的東西 這個觀點來看 這個地下城這個名字 似乎都沒有改錯 其實主角貝爾 其實是一個Level 1的 新人 冒險者 應該我這樣說 他這裡的設定裡面 其實還沒有很清楚 去界定Level 究竟是什麼 因為看到就是 阿貝爾是不需要升Level 其實他的能力也會不停提升 他基本上說到的東西就是 我想那個Level是比較奇怪的 我想他只是不停說 一些數值上的改變 但實際上 那個等級上有什麼不同 也好像沒有說 那個等級上給我的感覺 他似乎是想說 他是一個 認證 你Level 1的認證 你就可以打幾多層 至幾多層 Level 2的認證 你就可以打幾多層 至幾多層 那個Level不同 他的能力不是一個 絕對掛勾 我感覺看下去 因為不是的話 正常我們RPG裡面 我們會看的 可以提升能力的方法 只有等級提升 那一刻才可以提升 那他似乎這裡 就不是用這個 這個也是有些遊戲 都會這樣用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 我覺得用Level這個 其實他不夠形象 因為Level的人 會跟那個能力直接掛勾 至少你說那個認證 那件事 我會知道人家說 你說初級冒險者 中級冒險者 高級冒險者 神級冒險者 其實是可以的 這件事相當少 在RPG再有出現 我自己說 其他遊戲 有段位認證的遊戲 可能會有 但是RPG 要一個Level 去打不同的地下城 真的很少有 實在是 Mission 任務 你打太雞了 你接不到這個國區任務 他不讓你接 其實資格也是在說這件事 貝爾 作為這個故事裏面的男主角 其實 遵從了他爺爺的故事書 誤導他 就說 身為一個冒險者 就應該要在地下城裏面 很強大地去 衰氣地去拯救這個女生 然後就可以在一起 這不知是甚麼道理 上去地下城會不會有女生 他會撞到中一個女生 這個跟人吸上衣服 你長吧 沒有什麼 即是地下城可以打的 只有男人 這個女生 這樣說 應該說地下城元素的遊戲 RPG裡面 我也是說90年代 是真的很流行 一開始就會撞 怎麼也會撞到女角 這本故事書 其實也沒有說錯 其實是 是呀 那本不是公律書 我本來是公律書 跟人說 這本是龍二十是公律書 那本是公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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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都很典型就是主角 身處一個很弱小的家族 弱小的程度 是什麼呢 只有她一個 沒錯 還有是一個 要連個神出去打工的 一個非常之弱小的家族 完全感覺不是一個神 只是照顧小女兒多一點 魔王都不是當樂打工 這個神去打工沒什麼問題 當然 很多人最留意的當然是 我們這位女神 沒錯 不是留意她那條納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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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件事是相配的 你要明白 整件事是相配的 是那件衣服 加個蘿莉 再加納絲帶 再加上那個可以托起那條納絲帶 加上才成為了真正的那個 人氣所在那裡 這個精髓那裡 那其實她叫做 現在故事裡面 出現的那些全部都是奧倫柏克的神 那這位女主角也是 哈斯提亞 那其實她是一個什麼神呢 這方面其實我一看就知道 一看我看兩個名字 她是負責守護這個家的 這個神其實是 那就是摘神 那如果摘神的話 那她提供禍禍 就覺得很合理 我覺得一個摘神 都要出去打工 代表這個神應該很落魄 相信是 她是守護家居的 她是守護 在她的角度來說 當然有相意的 在這個神話裡面 其實那些人有爭議過 就是她究竟是不是奧倫哈十二主神之一 因為其實 有些人是不算她是十二主神 有些人就會算 就不算這個哈蒂斯是十二主神 那看一下 當然 在這裏面 暫時我看不到 這個知識裡面 有什麼應用 我不知道 似乎沒有這方面很遠的設定 但是知道 我一看就知道 守護家居 這傢伙 應該說 是光瓜家事事 就是摘神 就是為了守護摘的未來 所以她要摘在家 如果是摘在家 可能也是其他一種 但我都會有興趣知道 會不會這樣跟她家人 那個 中間的關係 中間她兩個之間的 那種 伴有沒有中間的影響呢 主要會這樣說 其實那個設定 她自己也偷得很薄的 你看到就是 無論是神也好 眷屬也好 她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其實去到第三集 一直都沒有說過 沒錯 就是修靚 而且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如果是修靚 應該是修貝爾 多多無區的 你知道 但不是那個修 那修靚當然也要養她 那修靚女回來 我明白 我們不知道 究竟修靚是神養她 還是他們養神 在故事裏面 我們都未看出 究竟是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那個神 就是那個家族的吉祥物 和吉祥物 很簡單 就是公會的 symbol 就是印了他們的樣子 你當 現在的格式是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 打的就是 打的是靠他們的權屬 其實 我未見過神打 至少我未見過 站在後面做 做神打 對 還有扎屁股 這是某一個卷族做的事 Locky 沒錯 對 而阿布伊 其實作為一個level 1的角色 其實他還要養她一個神 就是只有她一個養她 其實他用了很多遊戲的術語 好像主角其實 原來他有一個被動技能 沒錯 那個技能叫一心憧憬 簡單而言那個技能是什麼呢 就是 熟練到獲得速度提升 這個真的很有衛術語 而你的熟練到提升速度 會根據你的信念而有所提升 對 而那個信念 就是對某一個 至少在現在的情況出現 就是對某位女士的思念 簡直就是不停拍了新手AUSP 沒有東西的 對 人家是被動地升跌 不能拍藥 只要想著女兒就想著想 他的解釋就是 只要他同景的信念越強 他這個技能的效果就會越大 即是說 一個人正常是拿100%的經驗 他可能是拿1000%的經驗 在基準 可以不停地提升自己的熟練 我很記得 我也翻聽過 他用早熟 但其實如果用遊戲術語 早熟 是一個negative的字眼 通常我們玩遊戲裡面 晚成 人們會覺得晚成才是最厲害的 早熟就會說 很早你就已經成了贏 之後你就不會再有任何寸進 我聽到一個人說 我聽完這樣看之後 就用回遊戲術語去想 這個技能究竟是厲害 還是不厲害 現在的情況都是屬於不知可否的情況 反而是遊戲 動畫去到之後 說到女神核斯提亞 他就給了一把劍 我們男主角貝爾 之後那把劍也跟他的技能有連動 那一下就發覺 這個原來是一個相當之厲害 逐一個男士的技能 為什麼呢 一個男人想變強 想變強是有力量 想有力量就是有權力 有權力就是想追女 所以呢 當你想追女 你就有這個經驗 上提升 提升是有力量 力量就是追女 是一個完美的永續循環 所以的確是非常厲害的 關事咯 大家把劍是神給你 才知道的 這麼快可以收回頭 其實可以 現在那個陸神也幫你追女 很厲害 在故事裡面 其實你看到很多說 要用這個怪物 死了之後的精石去換錢 錢之後又要去買裝備 又要打鐵 又要專門做武器的職業 那些東西 根本它是一個遊戲 而裡面呢 其實你看到的 那個能力就是 好像剛才鏡花所說的 貝爾的一把新的武器 由這個轉造之神幫他做的一把武器 這把武器 等同於什麼呢 我以後不用買武器 因為這把武器自己就會幫你 提升等級 提升等級 會根據你的等級提升 簡單而言 就是不需要買武器 但是我想其實最近 一些比較年輕的聽眾 或者玩家 會接觸過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大家應該去想像 在這個Wall of Warcraft裡面 全家寶 的一種 開始 它開始了遊戲80 level 沒有來之後 有一種叫做新手武器 會根據等級去調整能力 其實就是那種武器 你可以當一下 雖然那種武器在遊戲裡面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很相信 現在在這個動畫裡面 這把武器簡直是威能極大的 它是一等級的傳說級武器 然後提升到二等級三等級 它完全是不需要再買武器 事實上 在動畫裡面都有相關的設定 他有說到 打了這把劍的劍像是一個神 它是一個很出名的劍像 而作為一個劍像 他認為這把武器是一個邪道的武器 那似乎都是合乎到全師 當然是邪道啦 正常你要打機 你要賣錢 升裝備 你以後不要幫忙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去到那個位置 說邪道呢 尤其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想 會不會有一段劇場 說 GM GM在哪了 這傢伙的武器 這傢伙的 然後可能就會哭 有個神寫著GM 沒有 這傢伙的武器 是經過玩家正式途徑去打造出來的 所以是不會違反貴賊 拜拜 有什麼畫仇 描述 往某神秘的神像 打出來絕世兵器 沒有 大家可以 正好 會在公告那裡寫給玩家看 但只會把那一條線 是的 在設定上 不是一個有趣的設定 因為它不同 就像上一季 諾荷威索 那類型的 就是它是用設定去融入現實裡面 它似乎這裡就是什麼呢 它想就是 輕輕鬆地拿一些遊戲設定出來 我不知道是想被人 會心微笑一下 還是什麼 但其實我會見到就是 它是不介意 這些設定是沒有用途的 它純粹是想設定出來 我的感覺是 我會覺得的是 反而那個設定 作者某方面來說都很聰明 就是那個遊戲的設定 好了 就算是沒有好像 樹林鑽然得那麼深的 那我只看這個經驗值 只看能力的東西 那我想很多觀眾 都其實很容易 就很快容易理解到 整個系統怎樣運作 那其實是不需要 經過太多東西去解釋 去想 好了 到樹林這些這樣的 比較多 可能在遊戲那裡 就找到一些趣味的地方去研究 那又可能是有些 作者和某些讀者的會心微笑 那我想這一個可能是 都證明了那個 作者在設定方面 是不想有太多的好著物的東西 而是讓大家容易 更快進入那個世界觀 那個故事的內容 唯一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 你說在設定數值 和這個故事裏面做得 我覺得我會較為斟酌的地方 就是 因為他講到貝爾 其實他提升熟練度很快 就是能力的提升 我覺得 你一個人 如果那些數值 是你自己本身的 建構出來你的身體能力的話 你沒有可能感覺不出 你很可能說 為何我突然間會快了這麼多 為何我又會擋到那招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 應該要在現實裏面 我不是說你數值 有行HP bar 或者有一個被人打 那時候 因為你敏捷高原來 出現個miss字 我不是說那些事 我是說 你突然間閃避 原本我普通的閃避 可能只要閃避了兩三個身位 他偏然告訴你 他是 跟鏡花所說的一件事 都是同樣的 他是把一些事情 他不告訴你 你也看到的 他究竟的數值是多少 其實你是看得不太清楚 亦都不打算 不是 升了0.1和升了0.001 都是升了的 他沒有給你看 就是阿比你快了 快了多少 快了3 幾幾幾幾 OK快了 但其實你可能感覺不到 也是 譬如有馬所說 其實動畫裡面 至少會做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女神者升得很快 就沒有再說下去了 其實升得很快 似乎不是重點 角色裡面來說 阿貝爾簡單一點 其實他一定不止 這個一心同景的技能 他一定有三位力場這個技能 有什麼 一定有三位力場這個技能 但是這個力場對女人用 對怪獸沒有用 短短三集裡面 無論是這個換錢裡面 冒險者公會裡面 那位女神 然後就是 店員 有少少少節省了 雖然第一次是 再加上就是 斯妮其實都好像很留意這個角色 然後還有什麼 是那些神 至少現在有兩個神 對沛爾是很有興趣的 包括他自己家裡的摘神 但是有一個想陰他 有一個字是 打你一外氣 他真是很喜歡他 他是狩獵那些 見到那個女生 嘩 嘩 正啊 夠亂口 他就想著 他可能有些 SM的 興趣 那狩獵神其實目標是 摘神核屍體 貝爾 應該是背召名的 最後一句 有形容到自己和這個 斯蒂亞的特徵相似 所以見到的就是 男主角肯定第一個出現的技能 一定不是一心同景 一定是三眼力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小說或者作品的title 是覺得非常好 大家會發覺它的title叫做 在地下城尋求蟹后 是否搞錯了什麼 而不是在地下城尋求蟹后 所以其實是真的搞錯了這些 因為是不需要在地下城尋求蟹后 根本只有三眼力場 就自動去蟹后 都說了他遵循阿爺的遺訓 要在地下城有美女媽媽女 即是阿爺考錯了 其實阿爺就是發覺 阿酥你終於找到真正的林蟹在那裡 原來是 阿爺都相當感動的 你也看到的 一開始 冒險者公會裡面那位女角 跟她說了一句 冒險者其實不需要太冒險 如果她這樣說 其實是說你搞錯了 不用多說 只是我 我已經想你了 是不是 正所謂 人也是一樣的 正所謂這個 坐者山就是望那山 就不明白自己 山中 都已經有很多樹木等著你 所以冒險者不需要這麼冒險 我都覺得 有智慧 沒錯 是呀 去什麼鞋後 周街還是女女 真的 多餘一點 另外你說 核斯提亞 核心的 在三頭裡面都非常搶的角色 也都是 令到一大眾的 ACG的群眾 突然間瘋狂地喜歡男絲帶 沒錯 一條這樣的絲帶 還可以買一千日三千日 我真的不得你死 還有楊威海外 英國的雜文都很震驚了 這一個 你說 我不是說這條字 但是這個角色 不好意思 雖然師太才是本體 但是你也可以忘記這個角色 我這樣說 角色塑造上 算不算很壞 我想製作群很清楚 就是這個角色的魅力是什麼 沒錯 所以你要看到 他的語謠 或者是 總之他的胸部的動作 在三集裡面絕對是絕無冷場 我覺得他這個作畫 比戰鬥好 在動作的作畫方面 在胸部的動作 我意思是 當然 這個很明顯就是 我相信 可能製作群都相當理解 賣點在哪裡 賣點明顯地 就是令到女主角 很明顯的鮮明 我想他的優點就是 他一看他的畫面上 他看到那個女主角 就已經看到他的特色是什麼 他聞點是什麼 你說可能是一些角色之後的 Best Story 比他更加深度 可能將來會不會有 我們可以看 頭三最主要其實是 講他跟貝爾的關係 所以會見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 為了講這段關係 其實令到就是 在故事裡面主旨 我可以說是故事的主族 我可以說是故事的主族 甚至就是這個世界的構成 他是完全沒有說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怎麼看 可能那些人覺得 只是看這條藍絲帶已經很開心 或者是其實 究竟這個故事的合適是什麼 現在看到似乎 有些少少是輕鬆套路多於 很嚴肅的 那我個人又不是很 怎麼說 就是又不是很追求 看主題的 其實 我覺得他只要解得通 解得通一些神 為什麼要下來 地下城怎麼來 其實他 安一個理由都可以 其實 我覺得 我對這套東西其實是接受的 其實是 因為實覺一句就是 我都看到他是講 一個尋求蟹口 其實我也很期望 他是輕輕鬆鬆 要講一下女生的故事 反而現在這樣的套路 我又不覺得是 就是他合乎我的想像 如果 我會這樣說 在他入往後的故事裡面 如果他是能夠令我 有共鳴就是 將我一些 回憶裡面 一些很固有的 一些所謂地下城 遭遇角色的一些情節 帶出來 應該說 報出來的話 我是完全是收貨的 為什麼你想打BOSS 那間房之前 找他有怪傷 要買藥水 或者有女兒受了傷 然後你揹他回去 這個似乎 是後者 原來這個是你的特色 反而是覺得 阿雪蘭要以前 還練RPG 我現在 因為他現在給我的感覺 很像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沒有看過這套東西的原作 這套東西似乎 都是挺受歡迎的 也有這麼厲害的 而且受歡迎之外 也有這麼好評的那種 因為他在這個 2014年 這本《興小說真厲害》 也拿到第四名 代表都是 評價上有一定的好評 是的 我不知道是在故事的歡樂度上 還是 是容易找到共鳴 大家容易找到 這個我覺得是要看日後的 當然你說 大家也來一方面很期待 就是JC Staff會霸佔死了一次 《興小說》 也是 這個你也猜不到 還有一些希望的 不要這樣一看一看一看 咦 這麼說的 因為藍絲帶會這麼紅 沒有人一開始有希望 現在這麼紅 可能世事是沒有人可以明白的 即是一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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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而我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剛才鏡花也說了一件事 戰鬥方面 戰鬥方面 我又覺得 他不是沒有注重 尤其是打牛頭怪那一段 我覺得 感覺是不錯的 才不論武器有多屈肌 或者貝爾的身手怎樣 但你會看到 就是 戰鬥方面 雖然我很擔心 貝爾拿一劍那一下 一砍下來 好像將他一分為二 以為是一閃爛 誰知道原來這套東西 都好一點 他不是說要玩一小樓 玩一小樓最多的是誰呢 是女角 因為他級別太高了 那人家戰鬥怪很難一閃 他戰鬥牛頭怪比較小 主角打那隻比較大 那差很遠的級別 即是你現在這套九十幾打 那一套有幾% 搞定 但我最喜歡那一下是甚麼呢 是當主角搞定那隻牛頭怪之後 你看到 原本一個沒有人的食神裡面 全個食神都一樣 我覺得是最激 我忍不住笑了一笑 整包躲起來 搞定那隻花生 好厲害啊 主角 一直怪一來到之後 就說 拉閘 但他的槍木門也沒有用 而我覺得這個是相當真實的設定 即是牛頭怪 怎樣在城市裡破壞 即使他放進去一些 他放不到的 一些屋子之間的納粔 他的建築物是沒有爛的 所以我肯定這隻是遊戲 如果一隻遊戲來說 這些建築物是不能被破壞的 是那些 建築物不能被破壞 或是沒有指令可以被破壞 所以那些人為什麼要關門 就是知道就是 你打不破壞的 是相當聰明的 真的 而那些人可能就是 不過你到底是NPC 主角 把核司提亞關門之後 關門之後 如果你在一個 關門鎖的地方 那就可以鎖住了 那他就不能進去 而這一個 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做法 因為你一個 只要衝破不了門 就越傷害不了 這一個相當遊戲的概念 對 而你看到主角就是 因為為什麼 這個劇情需要 而令到所有的 房屋的門關了 變相是什麼 主角是不能夠進入一些 不可以被破壞的建築物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遊戲決定 對的 它是一個事件 它是一個 一個 所以當你完成一個 然後就好像 大家玩一些歐美遊戲 就是 當你在一個城鎮裡打完之後 那些人就會開門出來 然後恭喜你 然後又會有獎品 又會有鼓勵說話 很明顯就是這些 哪裏沒有獎品 你搞錯了 最頭都有摩石 那顆石可以拿換錢 是的 似乎原來 猜不到 你這個 我不知道是一個 作者偷懶 可能作者也相當喜歡RVG 原來可能就是 不是啊 最少見到就是 我見到就是 沒有建築物難 沒有 這個 我已經說 你已經爭不了 我真的不相信 那隻牛頭戒 摺完屋場之後 其實那些建築物不是爛了 很多都沒有爛 它摺不到你 會刀路走 很厲害的 這些就是 Quest的戰術 是的 拖怪 人怪 先 拉風箏 一向是RPG裡面的精髓 不過一個拿短刀的人 拉風箏 就不知道他想怎樣 是遠距離 沒有其他隊友 幫他拉他就要拖 所以 我已經知道 這些位置他不是落得很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這樣做 或者是原作群自己 再加以想像去做成這樣 但見到這些位置 其實我是會 我是真的當他一隻遊戲 去看 而他怎樣去將 我們很多遊戲裡面的 一些所謂的蟹後情節 他是不是會做出來 如果他做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OK的 其實我覺得已經算 我找到我需要看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說 這個動畫 其實都可以推介 給一些喜歡玩遊戲的人去看 都可以 我覺得 至少要看女的有女看 要看空的有空看 要看正態的有正態 包括很多元素 我又覺得 現階段第三集 就是 戰鬥和角色之間的交流 都有一個 基本的水準 JC也沒有作死 所以都可以 是的 我覺得是值得留意的 除了藍絲帶之外 也有其他東西值得留意的 沒錯 是的 我們去到這 下次回來繼續 再加上